後任學聯秘書長羅冠聰說 學聯未來的綱領是命運自主 初步救私、希望與院校的私心 相以香港未來的願景 以定一份學界約像 Sega學聯明天上任 後任學聯秘書長羅冠聰說 救私設立的學界約章 是與教授及學生相以 是對香港未來教育、政治、經濟等範疇的願景 但怎樣在眾多私生裏達到共識 仍然要研究 希望用一個直接授權 可能是公投或者全民大會形式 共同在學界上以決一個對香港未來的願景 當然這是一個已定的做法 命運自主是學聯未來綱領 羅冠聰說所追求的是平等政治權利 但會不會令到外界不會是搞港獨 他有這樣的看法 我相信一國兩制本身就是 他的原意都是確保香港獨立自主 因為一國兩制本身 就是河水不犯井水 就是香港能夠高度自治 以及港人能夠治港 所以如果一國兩制發揮得好 其實就是一個命運自主 一個縮影 或者一個制度上體現 但假如這件事發揮得不好 可能港獨都是其中一個思潮 或者其中一個面向的路徑 至於學聯未來 會不會再有大型的抗爭活動 他說未有決定要視乎時機 學聯常委也都要再談 醫生